全油管最快新闻,近日,北京举行了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,习近平文化思想成为会议的重要成果。 习近平文化思想不仅在文化理论和文化工作布局上有创新和突破,还将中国传统智慧与现代意义相结合,指导了我国宣传思想文化事业,取得历史性成就。 总书记在过去几年中提出了一系列对文化建设的新思想和新观点,为新时代文化建设提供了路线图和任务书。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提出反映了我国对文化发展的重视,标志着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新认识,也体现了党的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的新高度。 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还要求学习、研究和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,并落实到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各个方面。 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指引下,中华儿女将凝聚民族复兴力量,共同创造属于这个时代的新文化。 订阅新闻及速递,最先知晓天下事。